官方配置 仪器的功能区域说明 硬盘作用于安装需要修复的硬盘 旋转到修复仪的背面查看其他功能区 修复仪升级时使用到的内存卡安装槽 修复仪出错化升级时使用的复位按键 修复仪连接电源的供电接口 修复仪启动的供电开关 官方配置包含有空间电源 例如4位接三个二位硬盘修复仪 修复仪的硬盘座 用户收到修复仪首先需要安装硬盘座 留意硬盘座底部的针与修复仪的孔对齐 测试修复仪是否能正常启动 打开修复仪的供电开关 等待仪器进入操作界面 修复仪启动时操作需要注意 正常情况下启动修复仪只需要打开供电开关 注意不要安装硬盘 我们测试一下有个失误操作仪器会如何 关闭修复仪的供电开关 在修复仪没有启动情况下安装硬盘 安装好硬盘再打开修复仪的供电开关 因为操作失误 仪器是无法进入到操作界面 提醒用户修复仪正常的启动情况下 请勿安装硬盘 如果安装了硬盘 只需要把硬盘取出并关闭供电开关 再重新打开供电开关 愿意去再次启动就能进入见面